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三个特殊的矩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转置矩阵 转置矩阵,对一个矩阵的行和列进行互换 即可得到该矩阵的转置矩阵 转置矩阵其实很简单,只是简单地将行和列进行互换 比如我们将一个m生以n的矩阵的行和列进行互换 那么得到的转置矩阵就是一个n生以m的矩阵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转置矩阵的一些例子 比如这张图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矩阵A,B,C 其中矩阵A是一个两行三列的矩阵 矩阵B是一个三行三列的矩阵 矩阵C是一个四行一列的矩阵 矩阵C在上一集课程当中我们也知道 它可以用一个向量来进行表示 那么我们如果对这三个矩阵进行转置 求着的矩阵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对矩阵A进行转置 转置的过程就是将行和列进行互换 那么我们将这一行当成一列 那么数字的就应该是2-1-8 然后将第二行变成列 就变成了3-6-4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矩阵B 首先我们将第一行A,B,C当成一列 那么它的第一列就是A,B,C 第二行D,E,F当成一列 那么它的第二列就是D,E,F 第三行G,H,I当成一列 就变成了G,H,I 大家可以看到 转置的过程非常简单 那么转置矩阵有什么用处呢 在上一节课程当中 我们讲到向量矩阵省法 有两个流派 一个流派就是OpenJ的方式 矩阵在左边 向量在右边 第二个流派就是DX使用的方式 矩阵在右边 向量在左边 有时候我们为了统一计算方式 我们就需要找到一种途径 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个时候 转置矩阵就帮我们解决了这一个问题 大家回想一下 之前的矩阵省法的定义 大家可以看到 矩阵层级AB的结果C 其中结果C的DI 接一个元素的值 等于矩阵A DI一个行向量 与矩阵B D接一个列向量的点击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能够保证 矩阵C的值 是矩阵A的行向量 与矩阵B的列向量的点击的值 那么我们就可以随意变换 矩阵A和矩阵B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转置矩阵的定义 转置矩阵 它只是简单的将行和列进行互换 那么我们如果同时将矩阵A 和矩阵B 轻行转置 就可以得到 矩阵C和矩阵D 然后我们将矩阵D 省以矩阵C 我们的结果 其实就是 矩阵A的行向量 和矩阵B的列向量的点击 然后我们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 首先是矩阵A 它的转置矩阵 为矩阵C 那么矩阵A的行向量 就等于矩阵C的列向量 然后再来看一下矩阵B 它的转置矩阵B的列向量 就等于矩阵C的行向量 就等于矩阵D的行向量 到了这一步 大家其实就应该可以发现 矩阵A的矩阵A的行向量 它的结果 矩阵的元素 应该是矩阵A的行向量 点击 矩阵B的列向量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矩阵D 神义矩阵C 就变成矩阵D的行向量 点神 矩阵C的列向量 大家在这里就可以看到 矩阵C的列向量 就等于矩阵A的行向量 矩阵D的行向量 就等于矩阵B的列向量 那么我们也就发现 矩阵D 神义矩阵C 对应的元素的值 其实就与矩阵A 神义矩阵B 对应的元素的值相等 我们可以在Ulet3D里面 来检验一下 我们删掉我们之前的测试 然后来看一下 在Ulet3D里面 Metrix 4x4 其实就表示了一个 4x4的矩阵 那么一个4x4的矩阵 它肯定就是有16个元素 然后我们对这16个元素 赋予一个随机的值 然后我们再来初时化一个矩阵B 同样我们对矩阵B的每一个元素 负一个随机的值 最后我们来把他们的神级打印出来 A神义B 然后我们再来分别求得A的转置矩阵 B的转置矩阵 最后我们再来打印一下 D神义C的结果 然后进行转置 大家在这里就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第一个输出的结果 是我们的矩阵A 神义矩阵B的结果 然后第二个输出结果 是我们的转置矩阵的点神 然后进行转置获得的结果 我们现在可以来比对一下 他们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的数据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来简单的对比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输出结果 我们的输出结果为2 就说明 A神义B就等于D神义C的转置矩阵 在这里大家可能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A神义B等于D神义C的结果的转置矩阵 而不是等于 而不是等于D神义C 那么这个问题就当做练习 留给大家自己去解决 解决的办法很简单 大家在纸上将A神义B 以及D神义C 完整地认为D神义C的结果的转置矩阵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比较复杂的矩阵和矩阵的审法 但是对于向量矩阵审法来说 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人人在这里来简单的实现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将向量神义矩阵 这个功能实现出来 在这里我用到了Vector4 在后面的讲解当中 我会讲解到 为什么我们需要用到Vector4 向量和矩阵的审法 其实就是矩阵和矩阵的审法 那么我们就可以按照矩阵审法的定义 来对它进行运算 其实就是航向量 神义列向量 最后我们将结果返回回去 然后将我们之前的例子翻掉一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我们就需要用到我们之前编写的函数 然后我们省以矩阵A的转置矩阵 第一个我们是使用到我们是使用到矩阵 神移向量 第二的一个 我们是用的向量 神移矩阵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输出的结构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忽略W的值 只看前面三个值 矩阵A神移向量123 它的结构等于向量123 神移矩阵A的转置矩阵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单位矩阵 单位矩阵 其实非常简单 单位矩阵 就是一个正方形矩阵 它的对角线的元素为1 其他元素全为0 单位矩阵的作用 其实就相当于乘法里面的1 比如 A是一个M神以N的矩阵 B是一个N神以P的矩阵 I是一个N神以N的单位矩阵 那么A神以I就等于A I神以B就等于B 换句话说 将一个矩阵与单位矩阵相成 结果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 比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一些例子 大家其实就可以看到 单位矩阵 它的对角线 全为1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单位矩阵运算的一些例子 比如这张图 M是一个2神以2的矩阵 I是一个2神以2的单位矩阵 那么M神以I就等于M的行 神以I的列 最后的结果仍然等于M I神以M 同样等于I的行 神以M的列 最后的结果仍然等于M 这一个是单位矩阵的一个性质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例矩阵 大家要注意 在矩阵代数中是没有除法的 但是有一种乘法的利运算 利运算有几个特点 首先只有正方形的矩阵 才能够做利运算 当我们谈到利矩阵时 一定是在处理正方形矩阵 第二点就是 一个N神以N的矩阵 第三点 不是所有的矩阵 都有利矩阵 我们称由利矩阵的矩阵为可利 第四点 如果有可利矩阵 那么这个利矩阵 一定是唯一的 最后一点 就是将一个矩阵与它的利矩阵相成 结果 一定为单位矩阵 利矩阵在求解 矩阵方程的时候非常有用 假设 我们给出一个矩阵方程 A等于B 神以C 已知 A和C 假设 C是可利的 利矩阵为D 那么根据利矩阵的定义 我们就可以知道 A 神以D 等于B 神以C 神以D 由于 C 神以D 等于I 那么 A D 就等于B 通过这一个性质 我们常常用来做一些 坐标系之间的转换 比如有一个点向量A 有一个矩阵B 那么A 神以B 就等于C 其中C是转换之后的点 如果我们用C 神以 矩阵B的利矩阵 那么我们就可以反推 到到点A 我们通过这一个性质 就可以将点 从局部空间 转换到世界空间 从世界空间 转换到局部空间 去下转换 那